今天呢,我們再把昨天的那個技巧再延伸一下 因為昨天我們就問人家寫好的嘛 對不對,GPT 那這一次呢,改用我自己寫的 哈哈哈哈 這個是用九宮格的 九宮格的 那九宮格思考法這個外面你可以找到 有人把這個叫做曼陀羅思考法 如果你想對這個有點了解 你可以點我右手邊這個 就可以去了解一下 什麼叫九宮格,什麼叫做曼陀羅思考 這樣了解 你可以自己參考一下 那一個基本原則就是說 中間這個 你現在看到中間 放在中間的 就是你想要達成的目標 或要解決的問題 比如說我要生成什麼圖片 我要的是不是就是這個 對不對 那你在往外延伸 有什麼東西可以輔助他完成這件事情 你去把你的任務拆解 這樣了解嗎 也就是說我今天要完成這個作品 我可能要先告訴他 像我們昨天不是說 你的人物主題是什麼嗎 對不對 做是什麼樣的事件 做什麼動作 做什麼動作 在什麼樣的場景 構圖 視角 有沒有 配色光線 風格 是要把這些 把他完備了 那 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 分開來 分開來 逐一的去 完成 這個任務 那我們先看一下 你看喔 像我右手邊這個圖 我就是把這些丟進去 給Copilot 他就自動幫我生成了嘛 那麼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你看 登山社的學生 露營的 野餐的 有沒有 這就是你的 這個角色嘛 對不對 你的主體是什麼 當然不見得一定是人 你有可能是物體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動物啦 或者是 甚至就是風景也可以啦 對不對 這是一個 再來我們看看 欸 有什麼事件 那所謂的事件就是 比如說我們今天在上課 那你在登山 在野餐 在籃球比賽 這是發生的事件 你有什麼樣的事件呢 在進 這個 出現 那再來 每個事件可能就有不同的動作囉 你如果是露營 如果是登山 可能是這樣子 那露營是不是有可能在 圍著營火講故事 欸 對了齁 我在跟那個 AI在溝通的時候 我常常發現 他會把營火 會變成叫做 勾 應該叫勾火吧 好像是 欸 這個 我不知道你們 有沒有看過這個詞 勾火 因為這是對岸的用語 蛤 勾還是勾 我不知道這個字要怎麼唸 就是他們的 我們會講說營火晚會齁 但是他們就不是叫營火晚會 就是 有一些名詞 所以你看 像這個 因為 剛剛的那個事件 事實上 就好像一個活動啦齁 你打籃球 有可能是兩個人在鬥牛 有可能是在投籃 有可能是 這個其他的動作 對不對 所以這個動作 就有很多 就看你怎麼去告訴他 那再來場景 就不用講了齁 籃球可能在 哪個地方 對不對 圖書館教室啊這些 這個大家就比較好想像 這比較沒問題 好 那你看看喔 構圖跟視角 這個可能大家就要 留意一下 因為平常 如果你沒有在做攝影 或者沒有特別注意這些 欸你就覺得 好像我就是拍照而已嘛 對不對 可是拍照 實際上 這個構圖跟視角 有沒有很多種 有你看第一種就是鳥看 你看由高空這樣俯瞰 像小鳥一樣嘛 對不對 在上面看 那透視圖也常常見 對不對 如果你是拍人的 欸 我可以像拍肖像畫的 那你要微距的 像我們這種就是微距的 有沒有 欸這個都是用AI生成的喔 呵呵呵 我這個 就告訴他那個血管 在血液裡面流動的圍觀嘛 欸好像那個顯微鏡一樣 好那 你要拍全身的 你就可以看到 我要全身照 好 然後還有 現在很流行自拍 對不對 對啊 欸自拍的效果 事實上 都有個特點 你們都沒有注意到嗎 自拍有什麼 比較特殊的 頭都很大啊 因為你的手在怎麼遠 永遠就是這麼遠而已啊 對不對 後面的那些人都比較小 就是你自己特別大隻 呵呵呵 好 然後再來 你看 產品照 產品特寫 像這個 有沒有 欸我 可能針對產品 我就做一個 特寫 那還有一種 開箱照 像這樣 對不對 開箱的 好 還有 你要有那種商業攝影的感覺 你有沒有發現好多喔 如果你沒有跟他特別強調 就跟我們 昨天有跟大家提到一樣 AI 你要跟他 問東西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 要請他做什麼 角色扮演 那這個就有點像在角色扮演 你給他 這種專業的名詞 他就會表現得比較好 你都跟他講 欸請你幫我拍一張什麼 這樣有沒有很慫 呵呵 我只是就是很普通啦 他就不知道說你想要用什麼比較好 這樣理解 反正他就自由發揮而已 好 所以如果你有特定的 你就可以像這樣 那 像這個 這個就是 產品的 你看 我就是找 一件 然後給他一個描述 他就幫我 做出來 像這個也是 好 然後再來我們看後面的 那麼 那種 開箱 開箱還有 他有一個名詞 叫做這個 這個要怎麼念知道嗎 K不發音嗎 對 Norin 他就是 以前那個 人家工具 就把他一個一個排出來有沒有 排列整齊 這樣子 對對對 那所以 你看喔 像這些 都是比較經典的 他是怎麼做 你看他的提示詞 Narim Prada 對不對 Poto 就是這樣排列好 然後呢 中間 是一個什麼 Main Object 就是中間這個 中間是什麼東西 然後呢 用什麼東西 Shrong不是圍繞嗎 對不對 第二個 就是圍繞他的東西 所以你看這個 中間是不是狗狗 Main Object 圍繞他的 是不是toys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然後這樣就可以排列整齊 哈哈 所以他就會自動幫你 這個AI就比較厲害 他就會想像 你看一個baby 有沒有 魔法工具 哈哈 他就幫你想 魔法工具排列好 所以如果你想要用這樣 像開箱一樣 比如說你做那個模型 或者你把特斯拉有沒有 你就跟 我要一個特斯拉 把特斯拉拆開 還是像那個照相機 然後把 讓他零件拆開 他就自動幫你排列好 對對對 這個也蠻有意思的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這樣有沒有比較了解了 那我們的配色的光線 平常我相信 各位大概很少會去 特別講說 我要什麼樣的配色 可是這個會不會有影響 有 真的影響很多 如果你希望比較像照片的 你可以用這種比較鮮艷明亮的 我後面都特別在幫你稍微解釋一下 這樣你會比較清楚 然後呢 像 前段時間也流行這個 墨藍笛色 像這個 然後大地色就是像我們錄影 很多會比較墨綠有沒有 那種那種感覺的 黑白的 有沒有 然後像電影的燈光 所以 像這些啊 你先了解一下就好了 就是至少知道 其實有很多的專有名詞 那風格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一下 像這個 賽博龐克現在也是蠻流行的 就是 像右手邊這個 比較科幻電影的 科幻片 他們就很喜歡這種 類似像霓虹燈的那種 那種感覺的色彩 那另外呢 像這個 Fashion的 就是像這樣子的 Fashion的 然後上面這個 大家可能比較少看到 這個叫工程的繪圖 好像那個CAD有沒有 人家畫那個建築啦 還是 那個設計圖 像這樣 那這個是陶圖的 這個是陶圖 其實我每張圖都有做那個連結 可以連回那個大張的 我當初深層的那一張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打開仔細看一看 這樣就會比較清楚 這樣有沒有 稍微了解一點的 那最後有一個比較特殊 渲染特別 獨立出來 是因為我們一般 可能大家拍照不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 如果同學以後有接觸到 所謂的3D的這種軟體 或3D的設計 他們在做最後輸出的時候 是要做 所謂的這個Render 叫渲染 那這個動作啊 其實呢 會影響到什麼 就是那個畫面呈現的風格 所以如果你要逼真的 你看你真實的 V-Ray就是這種比較逼真的 他就是模仿我們那個真實光線的 所以像這些 其實你就參考一下就好 重點是 你如果想要比較什麼 用電影的感覺 你可以用這個 這個模式 所以 有一點點這樣的概念之後啊 我當然不可能要你們一個一個講嘛 對不對 這樣 有為老師的教學 呵呵呵 所以你可以幫我進到簡報的58頁 簡報的58 我們就是要用這個 有沒有 九宮格思考法 沒錯 但是我們像昨天一樣 一個一個引導你就好了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 所以麻煩你幫我把右手邊這個 這隻手打開 因為這個GPT 我現在沒有公開啦 就是 你要點這個超連結才可以進來 這樣了解囉 所以你 不像昨天這樣 你可以直接用關鍵字找 這樣是不是就進來了 不用啊不用啊 除非你那個有登出了 就是你CHAVE GT還是要登錄一下